華山攻略,首先從旅遊中心坐車前往索道處 從索道處搭往北風,坐繩索需要10分鐘,走路需要4小時 到達北風雲台風,壯觀遼闊,可以體驗天梯 接著從北風開始往中風爬,經過這條蒼籠裡 路非常陡峭,要注意安全 接著到達中心點經鎖關,前面有兩條分岔路 往左是東風,往右是西風 兩條都有通往南風的路 東風適合看日出,可以體驗雲梯 還有通往下棋亭的耀子翻身 南風最高,長空隧道就在南風東側 西風景色最美,適合看日落 華山各風距離都差不多要一個小時 上華山有幾種方式 北上西下,都是爬坡,適合喜歡登山的人 西上北下,都是下坡,比較省力,適合遊客 也可以選擇其中一路不做繩索,但會多出4小時 個人建議第一次來都做索道,才能把華山爬完